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战争史纵深投析 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钢铁洪流 洛曼底登陆的战略与胜利 二 冷战博弈 古巴导弹危机的全球影响 三 太空竞赛 登月计划背后的军事角力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钢铁洪流 洛曼底登陆的战略与胜利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那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盛大军事行动 诺曼底登陆也被称为D-Day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 而是一次钢铁洪流的展示 一次集结了盟军所有智慧与勇气的壮举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策划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力量 还需要一种特别的艺术感 就像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上演一场史诗级的惊喜派对 盟军领导人不仅要确保派对的成功 还要确保派对的惊喜的效果 这就需要一些狡猾的策略 在1944年6月6日这一天 盟军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作战 但在此之前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行动 名为轨迹堡垒 Operation Fortitude 这个计划就像是 在玩一场大规模的瞒天过海 让德军相信主要的入侵点会在加莱 而不是在诺曼底 盟军甚至用了一些冲气坦克和木制飞机 就像是在给德国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中 加入了特效一样 当然 这场派对的主角是那些勇敢的士兵 他们在诺曼底的海滩上 面对着德军的机枪和火炮 展现了人类勇气的极致 他们不是在沙滩上晒太阳 而是在子弹雨中前进 这种海滩活动绝对不在旅游手册的推荐之列 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盟军的军事实力 还因为他们的战略智慧 他们成功地在德军的防线中 开辟了一个突破口 这就像是在敌人的防御墙上开了一个洞 然后大家就可以有礼貌地进入 并且开始解放欧洲了 这场战役的胜利 为最终击败纳粹德国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 诺曼底登陆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转折点 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 更是一次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坚定宣言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海滩上享受阳光和海浪时 不妨想一想 那些在诺曼底海滩上 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自由而战的勇士们 他们的牺牲和勇气 确保了我们可以在没有钢铁洪流的海滩上 享受真正的排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博弈 古巴导弹危机的全球影响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全世界都悬在半空中的历史瞬间 古巴导弹危机 这不仅仅是一场冷战时期的博弈 而是一次人类文明差点回到解放前的惊险历程 想象一下 就像你在玩一场俄罗斯轮盘赌 但这次枪里不是一颗子弹 而是装满了核弹头 而且指向的不是你的脑袋 而是整个地球的心脏 好了 让我们回到1962年 那时候的世界格局 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摔跤比赛 两位选手分别是美国和苏联 两国在全球各地角力 试图争夺影响力 古巴 这个位于美国后院的小岛国 就像是比赛中突然冲进来的观众 一不小心成了比赛的关键 古巴革命后 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 将古巴带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让美国感到非常不爽 于是 美国试图通过珠湾入侵 来给卡斯特罗一个下马威 结果却搞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的威信受损 卡斯特罗反而和苏联走得更近了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看到了一个机会 他想在美国的门口 安装一些玩具 也就是中程和中距离弹道导弹 这样一来 苏联就可以在核武器的对决中 获得战略优势 毕竟苏联的导弹从古巴到美国只需几分钟 这让美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当美国侦察飞机 派到古巴上的苏联导弹基地时 整个白宫都炸锅了 总统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 开始了紧张的讨论 这就是著名的13天 在这段时间里 世界的命运就像是悬在了一根头发丝上 美国采取了海上封锁古巴的策略 这在国际法上叫做军事封锁 但肯尼迪为了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就叫它隔离 这就好比是你告诉你的小伙伴 我不是不让你进我的房间 我只是在门口放了一只狮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 等待着可能发生的核战争 但最终 双方都意识到这场赌局的代价太高 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 而是可能都没有赢家 在一系列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后 苏联同意撤走导弹 美国也承诺不再入侵古巴 并在一段时间后 秘密撤走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这场危机让世界意识到 核战争的可怕后果 也促进了后来的一系列军控协议 比如 部分核实验禁止条约 和核不扩散条约 可以说 古巴导弹危机 虽然让世界走到了悬崖边上 但也让人类更加珍惜和平 更加努力地避免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在玩世界大战 这类策略游戏时 记得 现实中的博弈 可比游戏复杂得多 而且没有重来按钮 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 珍惜和平 避免重蹈覆辙 毕竟 没有人想在真实世界里体验游戏结束的那一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太空竞赛 登月计划背后的军事角力 各位同学 太空迷 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充满了火药味 却又不识浪漫的话题 太空竞赛中的登月计划 以及那背后 不为人知的军事角力 首先 让我们的时光机器 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末 那是一个摇滚乐 开始崭露头角 而世界大国则在冷战的舞台上 摇滚着他们的导弹 和原子弹的时代 美国和苏联 两个超级大国 就像是两个顶级的健身房里的壮汉 互相比拼谁的肌肉更结实 谁的力量更强大 不过 他们的经济场不是健身房 而是浩瀚的太空 1957年 苏联把第一个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送上了太空 这就好比是在国际力量展示大赛上 苏联壮汉做了个惊人的开场白 美国人看到后 心想 这不行 我们得展示一下我们的肌肉 于是 美国加紧了自己的太空计划 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 但是 别以为这只是为了科学探索和人类荣耀 哦不 这里面有大量的军事考量 太空不仅仅是新的科学 它还是潜在的战略高地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太空中部署导弹 那么 你就能在不经意间 对敌人发起致命一击 这就像是在对手的头顶上 悬挂了一把大摩克利斯之箭 所以 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 在1969年 踏上月球的那一刻 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步 而是在冷战的相机盘上 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大步 美国通过这一撞举向全世界宣布 看 我们不仅能送人上太空 我们还能把他们安全带回家 我们的技术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 这场太空竞赛并不总是那么光鲜 它背后有着失败的发射 爆炸的火箭 还有那些为了探索未知 而献出生命的宇航员 每一次成功的登月 都是站在这些 无名英雄的肩膀上的胜利 最后 虽然太空竞赛 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展开的 但它也无意中 催生了人类对太空的热爱 激发了对科学和探索的渴望 今天 我们不再是为了军事优势 而探索太空 而是为了科学 合作和人类的未来 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想想那些 在太空中舞蹈的壮汉们 他们不仅仅是在展示肌肉 他们还在编织着 人类共同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 是和平的 是充满希望的 也是无比宏伟的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诺曼底登陆 古巴导弹危机 和太空竞赛 这三个历史事件 这些事件 都是在世界大国之间的 角力中发生的 但他们背后的故事 却多种多样 既有军事策略的较量 也有人类勇气的展示 更有对自由 和平和未知世界的渴望 诺曼底登陆 是一个展示战略智慧的壮举 盟军通过欺骗行动 和勇敢的士兵们的付出 成功地开辟了进攻的突破口 这场战役的胜利 不仅仅是对德军的打击 更是一次对自由和民主的坚定宣言 古巴导弹危机让我们深切认识到核战争的可怕后果 双方在边缘徘徊时最终选择了和平解决 这场危机促进了后来的军控协议 教会我们珍惜和平 避免重蹈覆辙 太空竞赛中的登月计划 虽然起初是为了军事优势 但它也催生了人类对太空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探索 如今 我们的太空探索已经超越了国家利益 成为全人类的梦想 历史是我们的教科书 让我们感受到勇气 智慧和人类的力量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你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历史事件 以及它们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历史事件 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呢 欢迎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